跟著排隊進入投開票所領取選票 民進黨秘書長也是前金融市長劉昌 10月13號到市維里林活動中心完成投票 劉昌透露自己出門時 一度忘記帶身份證又跑回家拿 因此提醒大家 出門投票一定要記得帶身份證與印章 早上出門的時候忘記帶身份證 所以剛剛又趕回去拿身份證 所以雖然大家都投票很有經驗 不過還是要提醒大家 投票的時候記得帶身份證還有印章出門 劉昌表示這是基隆有史以來的第一次 呼籲大家把握公民的權利 踴躍出來投票 台灣是一個非常年輕的民主國家 所以我們有很多都需要學習 然後需要民主深化的地方 所以我想這個也是基隆市有史以來的第一次 所以大家都是這個公民 把握公民的一個權利 那今天天氣也很好 所以也鼓勵大家永遠出來投票 劉昌常認為今天投票過後 基隆地方政治就會邁入新的歷史階段 呼籲大家應該用正向健康的態度 來看待這一次民主深化的過程 從今天投票過後 其實基隆的地方政治也會邁入一個 新的一個歷史的階段 我想大家都應該用一個正向健康的一個態度 來看待這個整個民主深化的一個過程 至於外界擔憂 這一次基隆罷免案可能會引發明年 全國各地的大罷免潮 劉昌常回應這是過度解讀 他強調我們是很年輕的民主國家 還有很多地方需要學習 包括先前四縣及行政院副議 還有這一次基隆罷免案都是民主學習的過程 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記者張棋藤 金融報導